你知道吗?你是一个超人!你是一个superwoman! 你可以用我今天视频中分享的方法去激活你内在的能量,创造你想要的幸福快乐生活。 大家好,我是Jessica。 在这个频道里面,我会利用我所学到的心理发学知识和你一起创造。 你想要的幸福快乐生活。 我们大家都知道,根据心理法则的定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主宰者。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激活我们的内在能量,让自己成为一个superhero? 那今天我就要跟你分享以下几个方法哟。 第一呢,我们可以做的是去清理,整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邮箱,等等等等。 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身边有一些东西,你可能一直一直都没有扔掉。 就比如说,可能是你的之前恋人,分手的恋人,送给你的玩偶啊。 你可能觉得说,啊,我和他之间有一段美好的回忆。 可是呢,每次当你看到那个玩偶的时候,除了那些美好的回忆之外,你不断的还想起它对你有多么多么的不好。 然后你就会有那种怨恨生气的情绪产生。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玩偶对你来说,还是一个美丽回忆的替代品吗? 它还能帮助你体会感情的美好吗? 很多人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把一些成就的东西留下。 但是也许那些成就的东西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些美好的回忆,但更多的是那些不好的回忆。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清理那些能量。 当然呢,还有很多人可能像Jessica一样,就是懒嘛。 但要知道,当你在清理这件事情上偷懒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你在其他一些需要毅力,需要决断的时候,你同样会后退。 所以就并不好哟。 所以找一个时间,给自己一个时间去清理一下,去重新打扮一下,去重新规划一下。 你会发现,啊,原来我有那么多的地方。 而且呢,从能量的角度来说,当你把一些东西从你的生活中清除的时候,当然宇宙就可以给你更多更好的东西啦。 我们还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放下过去。 就像我在之前提到的,我们在清理整理的时候,不仅仅是要保留那些美好,让我们快乐的回忆。 同时,我们要让自己放下那些,让自己感到痛苦,感到不快乐的人事物。 让他们成为过去,我们不能让自己活在过去里,对吗? 当我们让自己活在过去里的时候,我们潜意识就会相信,啊,你想要这样的日子。 那么我应该帮你创造更多这样的生活咯。 这是你想要的吗? 所以尝试着让自己去宽恕,宽恕别人,宽恕自己。 接下来呢,你还可以做的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感恩。 当你生活中有任何收获的时候,记得去感恩。 就比如说你在路上捡到一分钱,一块钱,你可以告诉自己说, 哇哦,abundance,丰盛富足,对吧? 如果你去采用接受的态度,那么你会接受吸引更多更多的财富丰盛。 所以接下来,当你的爱人对你好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默默说, 哦,太感谢了,我太高兴你对我这么好。 你看到路上别人给你优惠券的时候,你会说, 哦,风盛富足,原来钱来的是这么的容易。 让杰西卡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的愿望是什么? 有没有发现,当你在想起个愿望的时候, 往往它只关乎你生活的一个方面, 也许你会说,我想要找到我的爱, 我想要事业成功,我想要财富。 但它们都只是你生活的一方面哦。 我们生活中有爱情,有感情,有财富,有事业,有健康。 所以呢,激活我们能量的另一个方法, 就是去全面的设计,想象我们的生活。 不仅仅是你内心非常渴望的那一方面哦, 你要规划你全部的,因为它们都是相辅相成的哦。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愿望是什么吗? 你小时候告诉自己说,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吗? 其实这也是你的super power哦。 因为你小时候的愿望, 其实是很大程度上告诉你说, 你内心的信念是什么样子的,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所以,回想儿时的愿望, 可以帮助你找到你现在生活的目标, 帮助你规划你现在的生活。 还有一个很强大的方法呢, 是你每天在睡前花五到十分钟, 去写下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你可以重新去回顾你今天的生活, 把那些美好的东西记录下来, 然后让它们在以后的日子重复的发生。 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 哇哦,我的生活真的很美好。 你可以对自己说, 我想要的幸福快乐都在我的身边。 你在睡前去做这个日记记录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方法是因为当你在写下的时候, 你的潜意识也在吸收那些讯息, 它会感受到你的幸福快乐。 所以当你在睡眠的时候, 你会有甜蜜的梦呢哦, 你也会有更强大的能量去吸引你想要的东西。 那么在今天分享的几个方法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哟。 感谢观看,